荣耀发财快保 大仙什么都知道 新赛季 米月时空阵 即将彻底被打入下水道 全新召唤师技能的功能 居然是给对面送钱 就在最近 王老师提前更新了一波新赛季的内容 赶快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新增的召唤师技能 召唤 这个是王老师准备在周年期版本 现实上线的新技能 不会作为以后的传逐技能 这个技能的效果正如他的名字 在局内对着草丛释放后 会召唤一个草临 这个草临会给附近的队友和小兵回血 回血量为最大生命值的1% 还会自动攻击范围内的敌人 攻击范围很大 甚至可以实现塔外点塔 如果多个草临将于闹目 草临会互相升级 最高为5级 升级之后草临的伤害会变得更高 回血没有变化 其实看到这个时候 我一度觉得这个草临还不错 甚至可能成为坦克的神技 但实测之后发现 这个草临有自己的缺条 在局内一碰就 所以被低沙还会给对面12块钱的 并且这个草临不会优先跟人走 而是像小兵一样 自己会去对面塔下 最难顶的时候 西地海跟陕限是一样的120秒 体验一下之后 总有120秒 给对面送12块钱的感觉 很难评价 接下来是对雅固技术的调整 非看路传送证改为 只要击杀掉空间之灵 就会立即进行传送 也就是说以后 只要一分钟打掉空间之灵以后 就可以用传送证 两期就可以使用传送证了 同时 若是后续空间之灵刷新之后 也需要先打掉这个空间之灵 才能使用传送证 给我感觉这个改动 很可能用来直接传送回家 你们想到哪个对抗路呢 二级直接发现传送资源吗 另外塔下的雪包也新增了冷却进度条 以后我们再吃雪包之后 就可以轻轻的看到雪包还有多久刷新 最后是关于兵线方面的调整 现在我们在小兵附近攻击敌方时 小兵是不会攻击我们的 而以后我们只要在小兵附近 打对面的小兵 就会立即攻击我们 相当于增加了以后卡线的成本 也就电线削弱了 我们开头提到了 李越司空任这种 平时经常会出现 卡线这种情况的英雄 以上便是我 最近玩者对于新赛季 峡谷对局方面的调整 给我的感觉 王老师似乎在为后续 推出常驻的新召唤师技能 做预告 你们觉得呢 再次攻击 再次攻击 三份 多久 这次 我们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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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们看下 这再次 我们看下